各位朋友,我呢就是準備要彎進浮順街的 那我已經上線了,現在是4點43分 今天出門晚了一點點 今天是禮拜二,天氣有點霧霧的 陰暗陰暗,霧暗霧暗 所以是有點擔心晚上會下雨 其實我出門的時候,確實是也有滴這個小雨滴 但是不多,一小滴一小滴這樣 那麼也沒關係啦 反正真的下雨的話就穿個雨衣嘛 那今天是禮拜二 我這個禮拜的燙獎呢 那湯汁數量沒有降,依然是60湯 真的是會跑不完 那我也確定是跑不完啦 因為我明天禮拜三有點忙 可能會沒辦法跑 沒辦法跑就只好放棄啦 所以這60湯就讓他繼續掛著吧 反正也不會完成 那今天是禮拜二啦 按照往常禮拜二都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這個 這個數量 這個單量 大家都出來分一分這樣子 反正順其自然啦 一樣 順其自然跑 就比較沒壓力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啦 這樣子 好啦,那麼我要往老地方前進啦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呢 接到了開示單 我的開示單是 老地方好朋友 Subway 要去Subway 那現在我呢 都會走這個通道下去 那就不用再門燒圈圈 這好像是Y3還是Y13 這個 對我來說比較近啦 比較方便 走這條是比較輕鬆 這裡 直接這樣轉進去 很方便 這通道這個出口啦 比較方便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重慶北路上面 剛剛接到那單開示單 就送到這邊來 其實距離不遠 很快就送到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 慢慢的再回老地方去等 現在是5點 現在是5點 目前只接了一單 今天禮拜二 所以我們就是 不要想太多 順其自然 好 那麼要回老地方啦 好啦,各位朋友 我接到我的第二單 那 是這個 全聯 大同圓環店 是一單 其他單 那我看到的時候呢 我只看到了第一單 第二單沒看到 第一單呢 只有六樣東西 然後第二單我看不到有十九樣 嘿嘿嘿 我到現場才發現 有兩單耶 這樣好酷喔 結果呢 那一單十九樣的呢 全聯沒有拆 那非常非常的一大包啊 全聯還特別用那個 紅色的那個 塑膠繩 把那兩大袋東西把它綁在一起 喔 然後 我到了時候看到那十九樣 我當下立刻決定 這單我只能放棄啦 這我沒辦法啦 雖然我換了一個綠大包 這樣子 但是它的東西實在是 多的有點破表啊 太誇張啦 喔 那只能放棄那一單 那我就把 喔 那個 那一單比較少的 我就把他領走了 那那一單 十九樣的呢 就給擁著吧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 警服門這邊 那我剛剛就是把 手中的這個 最後一單送掉 我送到那個 那個黃河南路一端那邊去 成恩門啦 不僅分成恩門 講錯啦 我在成恩門這邊 那現在時間蠻早 現在才七點半 七點三十八分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跑了十二趟 但是因為今天喔 這個 間接的單 莫名其妙的單很多 所以我目前才跑了六百多塊錢 12趟 以這樣子的價格來看其實還蠻慘的 這是真的 就是有點糟糕 那我坐這邊好了 不過也沒辦法 因為我今天都寄到一些奇怪的單 然後一直往萬華送 一直跑萬華 什麼西昌街啊 西寧南路環河南路啊 一直跑 然後從大通區往那邊跑 所以今天我老地方 我也才接了兩張單 好啦 這個就是運氣咯 今天的運氣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是7點 剛講現在是7點39分了啦 多了一分鐘 我現在慢慢在往老地方前進 看老地方那邊有沒有單 這樣子 反正今天就佛系跑啦 這樣子 禮拜二嘛佛系跑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目前在雙連接 正在接近這個名聲西路中 哇哇機 好 那剛剛我把手中的最後一單 把他送掉了 那目前 是 我看一下 9點9點04分齁 那我今天跑了 21趟齁 我講老實話 今天禮拜二 我跑到21趟 簡直莫名其妙 不知道怎麼跑出來的 我先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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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9點齁 那我想就是 一樣齁 就是做個測試看看齁 測試什麼呢 就是測試 到底齁 我還可以再跑 呦 這邊 這邊正在丟了車 那我不要從這邊走 好 那我就從 旁邊走 那我想測試齁 就是 9點 齁 啊其實這件來講 其實應該已經也沒有無縫了啦 因為今天我就是 跑到那個環河南路一段的時候 回程就沒有無縫 我是一直跑到那個 老地方 齁 才又開始接單 齁 才又開始一直無縫到現在 齁 所以其實等於今天也不能算是有 有這個無縫 而且今天禮拜二齁 齁 哇 今天禮拜二能夠跑成這樣的成績 齁 我覺得也是壓抑啦 齁 齁 很順其自然的跑 齁 那 齁 齁 我來想想看齁 看看要不要乾脆 反正都9點了 齁 好啦 那我去老地方那邊繞一下 齁 齁 五分鐘沒有單 我就閃了回家啦 齁 那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 長春路旁邊 長春路旁邊 齁 我剛剛送手邊最後一單進去齁 齁 然後我就下線啦 現在9點半齁 我剛剛也是在老地方那邊等 等到兩單 我就覺得 其實也不用再等了 因為 齁 今天沒有像昨天那麼無縫感齁 齁這樣 齁 所以我今天就跑23趟齁 齁 跑23趟齁 其實 都拿不到 齁 所以就算啦 齁 今天 今天就 就跑佛系嘛 齁 齁 齁 沒有想到禮拜二還可以跑出這個成績 可以了啦 可以了啦 我 我覺得算幸運齁 齁 那明天就繼續吧 不過明天我可能 要看狀況 因為我明天蠻忙的齁 搞不好不能跑 啊 如果是要跑的話 可能也是跑一點點吧 可能兩三個小時 就準備要回家了 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再說吧 好啦 那就 明天努力